经验是什么 经验现在对于我来说只是个数字 上期视频我们收集齐了天地宝镜的九种合成材料 回家呢我就想再贯彻一下作战方针啊 懒是第一发展力 没想到这些合成材料想要制作种子 需要来研究神秘农业 然而想要发展神秘农业 必须利用温室玻璃 温室玻璃呢又需要动用一点小小的科技 所以今天咱们还是以神秘农业为主 争取给它发育完毕 我这是讲了多少经验评啊 这争取起来没完没了了 哎呀嘛 总算扔完了啊兄弟们 然后呢我们镜头一转来到海边 温室玻璃温室玻璃 顾名思义啊 那得需要沙子来烧制玻璃 也不用整太多啊 整个两三组就OK了 喜欢本期视频呢 千万不要冒几率请你的关注和点赞 点赞超过四个 咱们立马更新下一期 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先把玻璃给它烧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室玻璃 想要制作温室玻璃最主要的材料就是它 充能清金石水晶 放在充能台上也很好得到 我们先看一下充能台的合成配方 在这里呢 我不想过多的巴巴了兄弟们 就这个合成配方 我只能说是啊 有手就行 很快啊 四个物品台 一个充能台 我就制作好了 看了一下我家之围 好像真没有多余的空地了 不行就整在这里吧 充能台和物品台怎么摆 很简单 首先先确定一下充能台的位置 充能台放中间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各自延伸出三格 完事之后啊 像我这样传输刀管给它铺上 中间位置放上充能台 这里再建一根传输刀管 把这个物品台给它放上 OK了 就像我这样 其他三个方向也是一样 整完之后 就是这个凶样子 哎 对了 好像还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通电 充能台的底下 放一个煤炭发电机 然后再加上一个传输节点 这样的话 一台完美的 这个叫什么机器呢 就完成了 最后呢 就是按照图示 摆上相应物品 给清金石水晶充能 就能得到充能清金石水晶 只不过我感觉这个温室玻璃 多少有点坑啊 兄弟们 我这一块充能清金石水晶 只能制作两块温室玻璃 你想啊 我们既然要发展温室玻璃 那一块两块肯定是不够用啊 那照这样的话 我得需要多少个充能清金石水晶啊 最主要的是 我这台原子再购1 你想把石英变成海底碎片 你得耗费很多电量 每次合成充能清金石水晶 还需要耗费三个海底碎片 那这样的话 你们试想一下兄弟们 咱不说别的吧 建一个7乘7 那我得大约得进行25次 不得不说 前期的我确实是这么愚蠢 在这里呢 我得提示一下在座的各位啊 这个充能才呢 就很神奇 我现在放的是清金石水晶 它耗费的材料是一个淡蓝色染料 然后三个海底碎片 当你把清金石水晶 换成清金石水晶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们耗费的材料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后期才发现的啊 在这里不给大家演示了 只不过呢 充能的时间有点长 耗费的电量有点多 但是效果是真香啊 一个充能的清金石水晶块 这样我们连续做四次 就差不多可以完成一个七成七的温室玻璃打盆 就这样 一段时间后 我的打盆见的就差不多了 可是现在呢 还有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在温室玻璃的作用下 好像这个种子长得也并不是太快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不得不再请出我的第二个神器 那就是洒水壶 洒水壶也翻很多 种兄弟们 什么普通的洒水壶 下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以及中级 洒水壶 现在只要从下级开始 网上的我都做不了 我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洒水壶 洒水壶制作出来了 很逼真啊 兄弟们 还得来灌水 呵 你还别说出水量还真不错 出水量越多 就代表了我们的使用次数就越多 那这样的话 温室玻璃再加上洒水壶 那这个下级精华呢 还不得疯狂增长 现在我们来简单测试一下 兄弟们 多少是有点尴尬了啊 这跟我不用洒水壶有 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我这个普通洒水壶 对对对下级种子没有用啊 下级种子是不是得配合 下级精华洒水壶啊 再说了就这个生长速度 我一直在这这么点的话 我得累死 来我们简单看一下 下级精华洒水壶 下级精华定还是很好得到的 这是这个虚拟无限水源 再加上这个下级精华核心 多多少少是让我有点力不从心 这样长的话好像也不行啊 兄弟们 还是我刚才那句话 我总不能拿着一个下级精华水壶 一直在来给它浇水吧 然而呢 就抱了这么一种疑问啊 又一个神器 它就出现了兄弟们 那就是农场彻底解放双手 能帮你收还能帮你种 请问在座的各位 这样的神器谁不想拥有 合成配方这呢 这非常简单不重复了兄弟们 仍然是采用我们的煤炭发电机 搞上之后我们俩给它接上电 然后再打开农场的这个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兄弟们啊 这个界面是非常的简单啊 哎 你看 下级精华自动收集了吗 可是就在这时候啊 我高兴之余 令我慢慢没有想到的是 我就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啊 有谁知道这个农场的这个收割界面 该怎么调整 打开农场的界面 它什么都没有 可是现在你们看 我之前种下的种子 它也帮我收集了 最后就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 好家伙 我这不是来发展下级精华来了 这什么菠萝种子啦 等等一些乱七八糟的 把全都给我种上了 我是真的震惊了 就这么一台小小的农场机器 它的覆盖面积居然可以如此之大 那这样一来的话 肯定是不行了 兄弟们 这不乱了吗 这怎么还能叫下级精华农场呢 没有办法 只能是再换一个地方 换了这个地方之后就好多了 兄弟们 我的农场总算是可以正常工作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 就现在来说 我们不论是合成精华 还是合成精华种子 我们都需要手动来给它完成 我这一想这也不行啊 这样的话那得累死我 于是乎又一个神器就出现了 那就是合成器 合成器 合成器 顾名思义 就是合成用的 那就别废话了一口气 给它做它三台 因为天地保进合成材料的种子 用的它是高级精华 那么这个合成器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你要给合成器一个合成配方 让它知道干什么 注目水晶 学习一下 下级精华 再让它学习一下 在这里是要注意的是 输入栏一定要放入你的物品 你看一个初级精华就自动合成了 那么你想得到中级精华 就需要再放置一个合成器 高级精华亦是如此 到现在为止 我总算是把这个神秘农业 给它实现了自动化 得到更多的高级精华 对我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那就行吧兄弟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